在台中有一名新生兒 他被診斷罹患了俗稱的腱凍症 因此他出現肌肉無力 影響到吞咽功能等問題 經過評估之後 他需要施打一款基因治療增進 不過這藥價是四千九百萬元 幸好已經納入了健保給付 也成為全台年紀最小的治療成功案例 許多爸媽開心迎接新生兒的到來 不過在台中有一名出生十天的嬰兒 被醫師診斷發現肌肉無力 吞咽功能不佳 研判罹患SMA 疾髓性肌肉萎縮症第一型 俗稱腱凍症 醫療團隊評估後施打一劑 藥價四千九百萬元的基因治療 監劑諾健身Rogesma才有效改善 那這個藥物是直接把那個DNA打到體內 然後到肝裡面 然後肝裡面就跑到細胞裡面 細胞裡面再生出這個蛋白 所以說是一個 比較算是創新性或革命性的基因治療 院方表示諾健身是今年引進的基因療法 透過一次性靜脈注射 替換患者體內有缺陷的基因 恢復SMA蛋白正常生成 進而改善神經肌肉功能 這也是諾健身藥劑去年七月納入健保給付後 全國年紀最小的治療成功案例 SMA治療藥物爭取協會強調樂觀其成 但健保給付範圍相當有限呼籲政府進一步放寬 目前在臺灣的SMA病友其實大部分都是成年的病友 成年的病友裡面其實還有70%的患者 就沒有辦法符合治療的資格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持續的拓寬 就是讓所有的患者都可以得到治療 李怡傑指出 目前全臺有400位SMA患者 約有一半以上是成年人 但其中有七成都不服治療給付資格 期待健保署放寬為全年齡全藥物給付 讓喊病患者獲得更好的治療 記者 楊明峰 彭煥群 台中報導 期待